明显动过截肢手术的大陆男子 站在武汉地铁站表情无奈 因为他走免费无障碍通道时 被拦了下来 地铁人员态度虽然客气 但非常坚持 只要没伸障症 就不能走免费通道 男子最后买票进站 过程画面曝光后 在大陆掀起热议 有人很酸 工作人员眼睛也有障碍吗 为什么一定要守着死规定 还有人嘲讽 免费的优惠是给证 不是给人 但也有人认为 看过很多假冒身障者 坚持查证并没有错 近期同样在大陆地铁 讨论有没有同理性事件 也发生在重庆 重庆地铁四号线 是一条连接农村到全市的线路 不少农民都会从家里 背着菜框搭地铁到市区卖菜 但近期有网友认为 菜框会刮坏地铁地板 上下班尖锋时刻也会造成困扰 网友建议重庆地铁不准乘客携带菜框 对于网友建议 重庆地铁回忆 只要是合法合规物品 乘客就能带上车 公共交通便明之外 也要展现包容性 TVBS新闻章叫保宁明珍 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